任何法律都有正面和负面的观点 也因此在宗教立法上应该要特别注意 在六法全书里面 只有一部监督寺庙条例 此条例只有十几条 并没有做出细则区分 目前政府以行政命令来作为一个管制寺庙的条例 在此条例中又分基督教、佛教 其中佛道、一贯道属于一种法规 而基督教、天主教是采财团法人登记制 宗教不平等的地方 像他们登记下来是一个华人 我们不是 寺庙登记制它不属于华人 也不属于自然人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身份 他的法律前卫就没有那么明确 这个部分上要等待政府的宗教立法 其实已经在立法恩堂了十年 那受到戒期不联系 就是每四年就重新省一次 现在又有新的版本了 我对他不敢记忆厚望 对这样的法规 但是我觉得我们宗教内部 自己的意见那么多 也是让我导致会这个法规 推行的这么难的原因之一 到底立法是好或者不法 我想他不是这么粗浅的看法 任何一部法律 他都是有正面有负面 我想我们在接受他的时候 就要承受他的正面与负面 那最主要的是 在现在的法治时代 到底有一天会不会立法 目前宗教团体法尚未立法通过 佛教界期望政府立法 依不同宗教团体分类 以得到宗教平等 呼吁社会大众认同与支持 佛教界并且声明 争取立法是为了遵循法规 圆满事务管理与发展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道